今天是2023年1月1日 新年的第一天 每年的今天 我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迎接崭新的一天 来西南奥克兰的南部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虚小庄园 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冥思 反省 每一次来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想活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自己 路虽远行则将至 事虽难 作者必成 事上无难事 只怕有些人迎接崭新的一天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沉淀过往 迎接新光 寻找那生生不息的热爱和梦想 无论世界怎样 我们都要向着光 也蛮成能 愿我们都能活成 自己想要的模样 天将将大人于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行福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惹性 增益其所不能 那就继续努力吧 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剩下交给天一 今年呢又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 希望在今年年底能够实现 加油